各位同學,大家早安 今天又要開始學習不中段的統整式的線上課程 今天這個課程的重點我們會放在高二數A 就是第四章矩陣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繼續探討矩陣的主題 在課程開始之前我們照往例還是會先來做一下接下來的課程級的說明 今天的課程的部分我們會先來帶同學複習一下 就是矩陣的這個懲罰運算的部分 接下來矩陣的懲罰運算介紹完之後 我們就會來介紹這個二階方陣的懲罰反方陣 我們這堂課的這個重點會放在兩件事情 第一個呢,各位同學就在這週的這個學習當中呢 你要知道說我要怎麼去求二階方陣的懲罰反方陣 你要怎麼去求他 那再來呢,你要知道的是這個懲罰反方陣呢 它存在的這個條件到底是什麼 好,那我們到這邊的話就是說 我們第二週的進度到 車牌反方陣的時候呢就會告一個段落 那我們接下來呢,在第三週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將這個矩陣的部分先做一個暫停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在第三週就是下個禮拜的這個直播課程呢 好,那我們就會來探討這個條件機率的部分 那條件機率的部分呢,我們就會來介紹第一個 欸,那到底什麼是條件機率 那再來呢,會來講解是 欸,那條件機率的計算之外呢 還有條件機率的懲罰原理到底是什麼 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這兩週的這個課程進度的部分 來做一個簡單的這個說明 好,來,那我們在開始 就是這堂課的之前呢 還是會先來帶大家做一個上一次課程的一個回顧 好,那我們在上一次的課程呢 我們介紹了這個矩陣的懲罰 好,那矩陣懲罰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請在同學 好,在看完了 就是說一些線上的 好,一些教材 之後呢,你應該要能夠學會的是 第一個,你要知道的是 矩陣懲罰它的這個運算規則 然後呢 好,以及 好,矩陣懲罰如果它可以 進行運算 然後呢,你可以知道說 欸,那你運算之後你會得到一個 它的這個矩陣它的接數到底是什麼 好,那我們以這個 底下這個例子來說好了 好,我現在給了兩個矩陣 一個A矩陣 好,那再一個B矩陣 好,那A矩陣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 好,兩行然後三列的這個矩陣 所以,我們在紀錄A的話呢 它會是一個 好,三列兩行就是三乘二的一個 好,矩陣 好,那B的話呢 它是一個兩列三行 所以它是一個二乘三的矩陣 好,二乘三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求是 AB的這個矩陣 好,來 那AB的矩陣呢 好,就是3,1,2 好,負2,4,5 好,再乘上 好,143 2,2,1 好,那我們做這兩個的矩陣運算 好,那我們會得到的這個結果 我們在計算這個 矩陣的乘法的時候 它的這個做法就是呢 把左邊的這個矩陣 左邊的這個矩陣 它的列 它的眉列 然後呢 跟右邊矩陣的行 它 進行 進行內積運算 所以得到它的圓就會是 3乘上1 就是3乘上1 再加上負2乘上2 所以得到的 新的矩陣第11元 11元就會是 負1 好 那同樣道理 在第一列當中的3 乘上第二列當中的4 3乘4 再加上負2乘2 就會得到新的矩陣的第12元 所以得到的值是 這個 得到的是8 好 那再來 同樣道理 3乘3 再加上負2乘1 所以得到的值會是7 好,在第 1 好 第一3元的地方 好,那我們就 反照這個做法 依序的把它做完 這個 好 舉證的 舉證的乘法運算 所以得到的結果呢 再來 是9 好,再來呢 1乘4 再加上 4乘2 好 所以得到的值呢 是12 再來 1乘3 再加上 4乘1 得到的值是7 好 2乘1 再加上 5乘2 所以得到的值是12 好 那2乘4 再加上 5乘2 得到的值是18 然後呢 2乘3 再加上 5乘1 所以得到的值是11 所以它是一個 三列三行 是一個3乘3的舉證 所以我們知道 一個3乘2的舉證 跟一個2乘3的舉證 好 做完乘法運算之後呢 第一個前提是 我現在這兩個 就是左邊的這個舉證呢 它的 好,它的行數 它的行數 它是兩行 會跟右邊舉證的列數 要相等 好 這樣子你才有辦法來操作乘法運算 好 那做完乘法運算過後呢 它的舉證的接數 就會是左邊舉證的這個 列 再 搭配右邊舉證的行 所以得到是一個 3乘3的舉證 好 那現在呢 我要求的是 BA BA的這個 乘法 就變成是 143 221 好 再乘上 3-2 1425 好 所以一個是2乘3 一個是3乘2的舉證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舉證的乘法運算 好 所以就得到 這個 這個 在B的這個舉證 左邊舉證當中的第一列 乘上 右邊 我跟右邊舉證的第一行 作為B 好 的運算 所以得到的結果會是 好 3 3加上4 加上6 所以會是10 好 再來呢 好 負2 再加16 再加上15 再加上15 所以得到的值是29 好 再來 2乘3是6 6 再加上2 再加上2 所以得到的值是10 然後 2乘以負4 加8 加5 所以 13-4 得到19 所以你現在做完運算之後呢 A乘 AB 兩個舉證相乘 跟BA兩個舉證相乘 好 所以所得到的接數 一個是3乘3 3乘3 接的舉證 那另外一個呢 是一個2乘2接的舉證 所以他得到的接數就會 就會不一樣 所以 我們從這邊呢 事實上各位同學 你在學習的 在學習舉證這邊呢 你應該也知道說 兩個舉證 他在做懲罰的時候呢 他不見得會滿足 不見得會滿足 這個 交換率 也就是說 我現在AB跟BA 成績的結果 有可能會是不一樣的 好 然後呢 舉證懲罰運算性質 他說 我們知道舉證懲罰 具有結合率 然後呢 左分配率 右分配率 然後係數G的這個結果 好 那 舉證懲罰不具有交換率 然後也不滿足消去率 那我現在 以這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現在呢 AB這兩個舉證 我來超速化懲罰 1248 再乘上 4-2 -21 好 那你做完 這兩個舉證的懲罰之後 那你會得到一個舉證 就是 所以第一元 1乘以4 -2乘以2得到是0 再來 -2乘以1 然後2乘以1 得到是0 然後4乘以4再加上 -2乘以8 得到是0 再來 4乘以2 再加上1乘以8 得到是0 所以 我們現在得到的 會是一個0舉證 它是一個2乘2 0的2乘2舉證 好 所以它會是一個2階的0舉證 好 那 我現在的A跟B 在這兩個 兩個舉證 都不是0舉證的狀況之下 我相乘得到一個0舉證 好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以前在時數運算上 所提到的 好 在時數上 時數系中 好 的運算呢 A乘B等於0 則 A等於0 或者B等於0 好 這個性質 我們在舉證的運算 的舉證的乘法運算當中呢 如果兩個舉證相乘等於0 則 A是0舉證 或者B是0舉證 這件事情 它不見得 它不見得會成立 它不見得會成立 所以 上述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例子 那 這件事情的原因 如果是這樣 同學們可以這樣子去思考 就是說 我們在講舉證的運算的時候 它的每一個圓的位置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 左邊舉證的這個 這個 行舉證 這個列 的這個列 跟右邊舉證的這個行 我們做內積的結果 那你做內積的結果 得到是0 代表說 這 你如果把12看成是一個向量 好 還有4-2 內積的結果 得到是0 那代表說 我現在有兩個向量內積是0 代表兩個向量會互相 垂直 所以你的這個舉證的部分 假設 左邊舉證的列 這個列的向量 跟右邊舉證行的向量 如果都是互相垂直的話 那你自然就會得到 就會得到了 這個 每一個 在做完整法之後 每一個圓 當然就都會是0 好 所以 這件事情你如果 由內積的角度來講的話 它不見得會 滿足說 我現在的A跟B 一定都 一定會 會是0 這件事情 就不一定 不一定 有可能你現在的兩個向量的內積 它會互相垂直 它內積就會變成是0 好 所以這個是在講舉證成法 運算性值 好 所以它不會滿足 就是說 它不會有交換率 所以也不會有消去率的這個部分 好 來接下來我們看一下第三個 好 那單位方證的話呢 我們知道說 單位方證 它的 主對表線上的圓是1 那其他的圓是0 好 然後我們知道單位方證的運算性值 比方說 我現在的A呢 隨便給一個例子 假設是1234 好 那我們知道I2 二階方證 就是主對表線是1 其他是0 好 那我現在來 做 好 A跟I2的乘法 就會是1234 再乘上1001 好 那這個乘法運算完之後 它還好會是1234 好 然後呢 如果I2乘上A 好 1234 好 I2乘上A就是1001 好 再乘上 1234 好 所以這個的結果 一樣會是1234 欸 所以你發現 在這個 單位方證的運算上 好 好 單位方證的運算上 它是滿足 它是有滿足這個 乘法的這個交換率 滿足乘法交換率 那任何方證 乘上單位方證本身的話 它還 還會是 就還會是自己 自己的這個矩證 好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回顧一下 我們在上一堂課當中 所提到的這個 矩證的乘法運算性值 來 那我們接著就要來 進入到本 就本堂課的這個課程重點 就要談到的是 二階懲罰反方證 好 首先第一 件事情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什麼叫做懲罰反方證的定義 好 那就是呢 如果有兩個方證的成績 它會是一個懲罰的單位方證 則這兩個方證就互為懲罰反方證 好 第二個 同學你們要知道的是 如何求單位方證的懲罰反方證 好 那就包含了說 我要怎麼求這個 反方證 然後呢 它 是否一定會存在 那如果它會存在 它的條件是什麼 好 再來第三個就是它的第一個應用 就是呢 我們要利用懲罰反方證 來解一個 二元一次連利方針組 因為我們目前所學到的是二階 二階的話 都有懲罰反方證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來解一個 連利方針組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一個 來二階懲罰反方證的話 它的這個 定義就是呢 我現在如果兩個方證乘機 A乘B 跟B乘A 好 那我現在做了這兩個方證的運算 的懲罰運算 那你發現 這兩個懲罰運算算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 1001 也就是懲罰反方證 也就是它的單位方證 二階單位方證 所以 如果有兩個 舉證 相乘的結果 會是一個單位方證的話 那我就把 A跟B 這兩個舉證呢 稱互為 他們就互為 彼此的一個 懲罰反方證 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重點呢 你要怎麼求 單位方證的懲罰反方證呢 那我們這邊就先講 這個結論 好 假設呢 它的這個 行列式的這個值呢 我現在來 給一個二階方證 那二階方證的行列式的值 就是呢 我現在就直接把它抓 二階行列式出來 也就是說 它行列式值不等於0的時候 則 這個 A 這個 舉證呢 它就會有 乘法反方證 那 反方證的符號呢 我們就用A的 這個叫A的 inverse來表示 好 A inverse來表示 而且呢 A的 inverse就會是 這個 好 它的 算法呢 就是我現在把這個 主對角線 好 舉證主對角線 這兩個數呢 把它做交換 把它交換 好 就把AD做交換 然後呢 剩下的這個數的部分呢 把它從正 正變負 那 這一個 反方證本身呢 它跟原本的這個方證比起來 它就是要除上 它的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圓呢 都要 除上它的行列式的值 所以它會得到 這個 懲罰反方證的部分 好 那懲罰反方證存在的這個 存在的前提呢 它的條件 好 懲罰反方證存在的條件 也就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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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這個行列式的值 不能是0 不能是0 所以如果你的這個 二級行列式的值呢 是0 所以我現在的這個A 就不會有 懲罰反方證 好 所以這就是前提 好 就是它的前提 好 再來 第三個呢 我們要利用懲罰反方證呢 來解一個 二元一次的連立方程組 好 那比方說我現在要 把這個 二元一次連立方程組呢 就是 好 首先你要先把它寫成 矩陣的形式 把這個 連立方程組寫成 矩陣懲罰的形式 好 那 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 3 3s-7y 等於-6 然後2s-5y 等於-5 好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說 有一個矩陣 叫做 3-7-2-5 好 那在乘上有另外一個矩陣 xy 那我現在操作 矩陣懲罰的時候 發現說 這個部分 就會是 3x 3乘上x 減掉7乘上y 那它的值會等於-6 所以它就等於-6 好 然後呢 2s-5y 所以變成是 2s-5y y的值會是-5 或是-5 好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根據 根據 這個 第一小提所得到的結果呢 我們要來把這個矩陣x 把它求出來 好 那我們在這裡呢 我們會利用一個性質就是 好 就利用這個性質呢 我們要怎麼把x求出來呢 好 那 那A乘上x等於b 好 等於b 好 那我們 剛剛事實上有介紹到 就是呢 我現在有一個矩陣 乘上它的懲罰反方陣 它會等於 單位 就是說會等於單位方陣 好 那這兩個 就是矩陣跟它的懲罰反方陣相乘 會等於它的單位方陣 那你也可以把它 好 因為單位方陣這邊乘起來 它會符合 就會符合這個交換率 所以我只要在這裡 同時乘上 在等號的左兩邊 同時乘上 A的 懲罰反方陣 好 所以它就會得到 X 就會等於 A的 懲罰反方陣 再和b 這個矩陣相乘 好 所以我現在要求的就是呢 求A的懲罰反方陣是多少 好 所以 A的inverse就會是 所以我們首先呢 要先來算的是 好 A的這個行列式的值 好 所以這邊行列式的值呢 是 -15 再減掉 好 3乘以-5 再減掉2乘上-7 好 所以的值會是-1 好 所以 A的inverse就會是 好 分 這邊呢 把每一個圓全部除以A的 這個行列式值 然後 把這個主對角線的部分呢 交換 所以這邊變成是-3 那其他部分做變好 所以是-2 然後跟7 好 所以得到的值就會是-1 負1分之1 負7 負2 3 好 所以就會是-5 負7 2 負3 所以這樣子所得到的這一個 二階方陣呢 就會是A的 這個二階乘法反方陣 所以我的x的值 好 所以x的值就會是-5 負7 2 負3 乘上-6 負5 好 所以這邊運算出來的結果 好 就會是-5 那這個-5 那這個-5 3呢就會是- 這個x跟y的- 的這個解 x跟y的解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這週的一個課程的重點 來那線上影片的連結的部分 一樣會我會放- 就是說老師會把它放在- 這個- youtube連結的這個- 資訊欄當中 然後- 在影片當中也會有 那就請同學到軍藝平台上面 然後去- 詳細的去- 做這樣子一個- 學習 好 那本週的- 這個影片喔 就- 到- 直播影片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週就會- 再見囉 好